有声吗 有 你知道吗 主要是我们音响老师 知道你是专门修音响的 所以特别害怕 可能你一来就特地给关了 话筒也很激动 对 安静的太阳 波然 风尘 他总挂着泪痕 独自欣赏 周深加盟 2023微博音乐盛典 在今晚18点直播 下午14点30分红 坦欢节直播 据说周深在昨天参加完 电影志愿军首映典礼 马上就赶去微博音乐盛典彩排了 今晚周深将带来 花开忘忧歌曲舞台 一起期待吧 星光翼翼 好多人 词汇很缺乏 但是都是真心话 因为我觉得很少很少有机会 可以见到这么多这么多 咱们就是歌手朋友们在一起 所以我也特别开心 然后有见到像很多的前辈朋友啊 包括也很多的新朋友 老朋友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这样 真的真的很宝贵 这样的机会 请向圣典突击对剧透一下 生日会怎么过吧 我觉得算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了 就是每次自己生日的时候 我都会在微博上面 然后跟大家 就直播跟大家聊天 然后唱歌 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怎么过生日的人 但是因为我的生米们 我觉得9月29号 它应该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日子 所以我在想是刚好 又有咱们微博这么好 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跟大家聊天 就刚好 就是所有的好事都凑在一起吧 刚好今年的中秋节又是9月29号 马上又要到国庆了 所以祝大家双节快乐 然后也可以提前来 来我的微博 来我的微博 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快乐的气氛 祝大家 后面的采访 说的比较小 好 谢谢 非常老师 谢谢 还要假装被突击走 还我话筒 谢谢 周深当央视认证了她是时代之声后 仿佛所有的时代之歌都在召唤她 周深在25号凌晨发了电影志愿君主题曲《繁花依旧》 当天下午就参加了电影全国首映典礼 这场首映典礼的规格可谓空闲 首先主持人是央视康辉 康辉主持电影首映里也是极其罕见的 其次直播平台堪称最强 同时在微博 抖音 客户端 B站 视频号 头条号直播可谓全网覆盖 而直播媒体更是有新华社 央视新闻 环球时报 中国新闻社等及各视频平台 最后首映里的地点是 党使馆六层的红色大厅 意义特殊 当然还有现场大咖云集 从这几点能够看出首映里之正式和规格之高 周深还在首映里现场演唱主题曲《繁花依旧》 歌曲轻量入耳让人感动 这次新歌首唱LIF舞台仍然稳得厉害 虽然现场音响不是专业的音乐音响 但周深的演唱依旧堪称完美 有时假象 旧下路满满 归家路成长 盘放花依旧分放 归来吧 来吧 看一看 看看 眼前的照耀 归来吧 来吧 来吧 来看一看 万家灯火 多明亮 穿一把不香的泥土入花 一泡更甜的江水 心中藏不上 摘起的脸床 正在我迷洞 守望着家的方 一看MV和听音源更加令人感动 另外周深也是现场除了导演外 唯一一个被采访的 当他演唱完主持人康辉走上台问 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周深说 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会永远铭记 再次解释了歌词含义 并说非常感动 来时雪纷扬 归时好时光 繁华依旧绽放 周深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 觉得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最强烈的感受一定是 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会永远铭记 我记得很深刻的是 在录音的时候 然后词作老师清燕跟我说 跟我解释其中的一句歌词 归来吧 看看年轻的朝阳 这句歌词写的是 每一面盖在我们烈士身上的国旗 都是在天安门升起过 看见过新中国的朝阳的 我当时在录音棚就是满眼都是泪狂 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也希望他们能够看见 他们用生命守护的祖国 繁花依旧 灯火 辉煌 明显能感觉周深的声音有些哽咽 并特意放慢了速度 声音们纵情地骄傲吧 因为周深值得 何为优秀的青年文艺工作者 何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看看周深接下来一周的行程就知道了 9月25号新歌繁花依旧上线 下午参加了电影全国首映典礼 紧接着9月26号2023微博音乐盛典直播 同日崩坏3原声音乐专辑 如布尔歌曲正式上线 9月28号19点30分 周深再次参加河南卫视 2023中秋奇妙游 周深在永定土楼唱大鱼 官宣还显示 周深 陈都灵 白举刚将同桌 9月29号20点 央视中秋晚会 这是周深连续第四年参加央视秋晚了 同日是周深的生日 尚不知是否有生日直播 接着就是9月30号 央视综艺你好生活烟台片播出 最后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 10月1号太湖湾音乐节 按照这个行程 周深最迟30号会赶到太湖湾 参加音乐节彩排 所以30号肯定会有大量的彩排饭拍流出 大家可以期待 一天一行程 却全是大型高规格的舞台 也难怪央视会说 周深是顶流歌手 有强大的专业背景 是代表着光和希望的时代之声 就问这密集的行程 米子们跟得上吗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月圆人团圆 中秋佳节之际 我在四川宜宾 向海内外的华人朋友们 送上中秋祝福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幸福团圆 和和美美 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年中秋晚会 关注CCTV4新媒体 我们不见不散